110頁 佛陀就講一個譬如 這個譬如什麼呢? 110頁第2項 你們大家一起讀給我聽 譬如有人迷失本家 誤入險道 其險道中多諸野叉 及虎狼獅子 遠蛇復結如是 人在險道中 雖然之間 幾種諸毒 有一知識多解大術 善今是毒 乃及夜叉諸惡毒等 忽逢迷人欲盡險道 疑語之言 絕災男子為何事故 移入此路 有何異術能濟諸毒 是迷路人忽聞是語 方知險道即便退步 求出此路 視線知識 提攜接受 引出險道 免諸惡毒 至於好道 令得安樂 疑語之言 絕災迷人 至今以後 物理是道 此路入者 率能得出 復選性命 是迷路人亦生感重 臨別之時 知識又言 若見親知及諸路人 若男若女 然於此路 多諸毒惡 所生性命 無論是中 知識又言之世 是故事中 好三個月 達成績 告白醉 無中 三人 聽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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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又言 知識又道 風 此言恩是迷父,不解決境,更不逃日,若再避淺,有信迷乎 非國救神所落遍道,法律師神明,元朵莫趣,地藏復殺方便力苦 使靈解決,新人天宗,船友再入,若結結重,永住地道,無解決事 等一等,回到110頁 佛陀為了一再叮鈴給我們的印象深刻一些 譬如有人迷失本家 迷失本家就是很多人都迷失的,為何這樣說 我們本來的家鄉在哪裏,不是我們現在的家 可以說我們本性應該所謂的覺醒,或者叫佛性 我們大家都忘記了,應該要住在正確的價值觀裏 但忘記了,大家都迷失了,什麽是對,什麽是不對 完全,價值觀都顛倒 是非黑白觀念大為顛倒就是這樣 因爲迷失本家 迷失本家的人會有一個危險,是什麽呢 因爲他正確的價值觀顛倒 因爲他很容易走錯路,不入險道 走錯路了,一個危險的地方 而這個奇險道中,多豬野叉及虎狼獅子 我們這些人就是在這些錯誤的價值觀之下 走錯進去之後,很多不同的貪念 很多不同的慾望 乃至那些想法偏離 輕輕的,傷害自己 嚴重的,不單止傷害自己 還傷害別人 在這個衰如之間,很快 不用說要很久 積租豬毒,很容易 就會被這些虎狼獅子等等 毒害到我們 這個虎狼獅子可以是 在這個路上遇到的事情或景象 最近報紙新聞比較炒熱的 就是有個13歲的小朋友做了父親 他們其實兩家人的經濟環境都不太好 這個13歲的小爸爸每天放學後 趕去幫寶寶換片 學怎樣餵奶,諸如此類 事件曝光之後 另外有個14歲和16歲的男孩 就說他才是爸爸 才知道這個15歲的媽媽 是跟很多人有個性關係的 你看到這裏之後 都不夠驚心 驚心的是什麽呢 這個13歲的小爸爸 他的爸爸 就拿一個兒子 這個新聞的賣點 就四處去賣給媒體 就是說,我賣給這個公司 你是可以和我兒子做獨立採訪 我要收回多少錢 那在這個當中 曾經我看到一個新聞 說那些國路人 就看到兒子在車裏 哭得很厲害 而才說不要去接受這個訪問 聽到他父親就哭他 說賺到回來的錢 我會分半給你的 那你會覺得 為什麽 世間上會有 一些這樣的家庭 或者會有一些這樣的父母 又或者說 這件事幹 13歲的小朋友 做了一個小爸爸 生了一個寶寶 出來 事件曝光之後 有個14歲的 和16歲的出來說 不是,他才是爸爸 那個媽媽就說 不是,13歲的才是爸爸 那他們的人就 抖了整件事出來 說不是啊,你怎知道 你與此同事 和那麼多人有這個性關係 我們回心一想 15歲就已經 那些人的性關係 是亂得這樣 這就是 那些虎狼獅子 多到那麼厲害 那個價值觀 偏離得那麼厲害 但是 自己不知道 那如果在這個時候 有一個善知識 多解大述 善禁是獨 如果有人跟他說 喂 這些是錯誤的價值觀 或者 為這條路不好這樣走法 是錯的 是不好的 乃及這個路上有很多的東西 差豬、惡毒等 或者盡量去描述給你聽 入了這個錯路的話 你會遇到一些什麼的景象 或者會有些什麼的情況出現 不逢迷人欲眾險道 遇到這些人 正是想要入這條危險的道路的時候 而他會跟他說提醒他 而語之言就是會提醒他 提醒他什麼 絶災難之為害事故移入此路 你什麼事故要入這條路呢 你是不是有些什麼極大的本事 能耐去清除這些苦狼獅子 有何異術 你有什麼不一樣的就術也好 或者叫做能力也好 可以制服到這些冷獸 能制諸毒 是迷路人忽聞是語 方知險道 迷途個人聽到之下才知道 原來我入錯路 我一向以為這條路是正確的 有善筋的人 尚且肯聽別人說 這條路是錯的 而問題呢 很多時候 人 是不會聽別人說的 沒法的眾生 沒法的意思不是沒有方法的沒法 走到這個末日 那個沒法的時代 的我們 福同胃都淺薄 別人跟你說這件事走不通 我們不聽的 我們一定要走下去 就正是 我說的那個金蘭姊妹的個案 是說有兩個三十至四十歲 年齡的婦人 在一個偶然之下相遇 在這個相遇當中 就是大家的好夾 相知相識 很喜歡對方 覺得話題很合夾 做了好姐妹 這個婦人 當中一個結婚 結婚的那個 她知道她先生有婚愛情的 但她從來沒見過對方是哪位 因此她跟她先生的感情都不會好 那個先生也沒有說要跟她離婚 而這個婦人也沒有打算要離開那個先生 他們兩個就在拖拉拖拉 而這個金蘭姊妹她有個情人 她也知道這個情人是有太太的 不過她沒有打算跟這個情人結婚 而這個情人也沒有跟她說過她會離婚 要娶她 大家的關係就這樣去了 這兩個金蘭姊妹認識了 不久就相知相識之下做了好朋友 直至到一個偶然之下 這個女子有情人的這個女子 才知道原來這個好朋友的那個老公 就是她的情人 換句話 讓這個好朋友 是一個痛苦的歲月 這樣日日之傲 就是她有份去促成的 因此她很內疚 因為這麼內疚之下 那我的提問就是 如果你是這個女子 你會不會跟原配和大婆 去承認自己 舉手給我看 會的舉手給我看 沒有嗎 不會的舉手給我看 當然不會 我問一問 假設如果有一天 只飽不了火 如果大婆知道之後 不只是生氣自己的老公 大婆一向知道老公在外面滾 但她就未見過那個情人 萬一有一天她知道了 那個情人就是她的好朋友 她會很傷心的 你們有沒有想過 沒有 所以不說 所以不說 那幾天她發現到 原來這個情人 又死口不認 你們可以 你們這些佛教徒 真的不行 你們死口不認 那怎麼不認 再問你們一次 你們說不說 如果有一天 真的有這個可能性 讓大婆知道 父情父義那個 是她的好姐妹 一個老公的父情不用說 父義那個是好姐妹 會說那個 舉手 一個 一個 穿過才說 穿了 用不著你說的 穿了都穿了 問題就是說 我們世間裏面很多事情 對與不對 對與錯 好像是有一個很大的灰色地帶 但是這個灰色地帶 又讓人很不自覺地踩進去 那就會很徬徨 那即是怎樣呢 我會怎樣處理 是嗎 所以這個就是佛法應用得到的時候 是不是 那那個發展呢 就是那個女人她會說 那個情人她會說 為什麼 在佛法裏面其實學什麼呢 你們 學怎樣對自己誠實 你說懺悔 坦白 反省 什麼都好 人最重要 你騙誰都好 如果你連自己都騙了 你就是一剪題 佛法裏面一剪題 意思就是無可救藥 人如果自己對自己不誠實的話 你永遠不會進步 你面對的 假設我剛才說的那個逆境 一個是情人 一個是原配 兩個女人相識了 那那個情人 為什麼她一直以來 不跟那個男人說結婚呢 或者她會覺得 現在通街都是有婚外情的 有什麼這麼了不起 但是當你認識別人的聯配的時候 你看到這個女人 原來她是這麼痛苦的 她才知道 原來你在說 讓你這麼痛苦的男人 是我有份介入的 我有份促成的 她的心理的交戰 又跟以前不認識對方的時候 又不一樣的 我想事情對不對 做那個聯配 既然這個男人是父情的 為什麼你不要離婚呢 你怕什麼呢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 人對自己一定要誠實 你怎樣去誠實面對自己 我記得 我記得 我們在餐廳 我去提問的時候 有些同學就舉手跟我說 他說 我們是佛弟子 這個是十惡裡面的邪任 佛弟子怎麼會犯這些事 所以簡單來說 這條提問是不成立的 我又想問你們笑什麼 我當時回答他們 就是因為你們佛弟子 你們大家都知道 十惡裡面的不殺 除了是說不要殺人 天上飛 地上走 水裡面有的 不是老鳳給我們人吃的 既然是這樣 你們都是佛弟子 你們都知道佛陀的這個原意 為什麽你們不吃債 為什麽你們不吃債 對嗎 對嗎 說這句話的人 就好像你們都靜默了 那道理就是這樣說 你知道什麽叫對 什麽叫不對 知易行難 你知道但你不行 你猜那些人真的喜歡做第三者嗎 那他脫不住 那你什麽時候可以脫到呢 這個世間是這樣的 他苦舊痛舊 他就脫得到 那你又什麽用來剪 用來衰 是要糟蹋到自己 滿身傷痕的 是呀 這個就是人了 有善根的人就不是這樣的 很明顯這個人就是糊塗的人 他是要自己一摸一摸 周身傷痕 心脫到 在地上 要是自己踐踏 要是被人踐踏 供請別人踐踏 自己的自尊 那才說 哎呀 好虛 我要起床了 我要離去了 自己拿來的 為什麽呀 是呀 迷路人你提他呀 喂 這條路走錯了 起床吧 嗯 不要 為什麽不要呢 先認識別人 那你先找取代品 有了取代品 你還要取代品對才行 那個取代品不對的 你都不會起床走的 那其實你喜歡的是什麽呢 你最喜歡的是誰呢 大家自己想想 你明知那個是不對 是一條錯的路 為什麽你還要進去兜兜轉轉 然後就覺得 哎呀受傷害呀受傷害呀 那人家提了你 喂 出來吧 不要啦 為什麽不要呢 我找個第二個取代品先 為什麽要這樣呢 這個取代品 是讓你覺得 因為我還可以 由一個愛情的道路 可以有第二個人 和我一起去走 我才離開舊有這個 你說呀 人那個本性是幾自私 你最愛那個 其實是自己 是不是呀 既然你是最愛那個自己 所以你就不要到處叫痛 你就不要到處說 哎呀我給他傷害呀 或者這個人呀 不要呀 什麼呀 什麼呀 所以呢 如果有人跟你說 這條路不對的 危險的 而你立刻 即便退步 立刻願意退出來 求出此路 這個人有善根 善知識 提攜接手 引出險路 這個所謂善知識的人也好 接他走 哎呀出來出來 現在就是拖你出來 你都不要 就是這樣 沒法的人就是 你拖他 還要甩你的手 我不要 我是要在這裏 佛經在說這個 讓你提攜接手 接著你 讓你拖他出來 免諸獨惡至於好度的 令得安樂 這些都有善根的人 問題呢 在這個沒法時候的人 你說那條路不行的 你不用怕 沒有人支持你 你不用怕 沒有人愛惜你 你不用怕 前面的路是艱難的 你出來吧 但偏偏 他不會的 他不會出來的 無論是基於習慣 或者是基於他自己 很多很多其他的理由 一句說完 就是因為他對自己 你可以說沒有信心也可以 你可以說他對自己 不誠實也可以 無論如何都好 那個障礙重 你告訴他 他也未必肯走出來 繼續下去經文 他說 異語之言 絕災迷人 至今以後 物理時度 出來了你就不要進去 此路入者 率難得出 你進去很難出得回來的 這個所謂的迷路 可以是情愛的迷路 可以是權利 我們稱為利欲分心 可以是權位 爬得越高的人 越不肯走回來的 一樣 你就會迷失自己 一個過份的執著 就是出不了回來的 還要復選性命 還要對自己的性命有損傷 是迷路人逆生感重 這個迷路人 一聽到之後 哎呀 知道 感受到那個重要性 對呀 真的很危險 幸運 幸運 幸運你提我 臨別之時 知識又然 若見親知及諸路人 喂 現在你自己覺悟 知道這條路不能進去 如果你有什麼親友 知道他們要走這條路 要進這條路 或者過路的人 不管對方是男人 是女人都好 你都要跟他說 言依處路多諸毒惡 你快和他說這條路不能走 喪失性命 無令是中 自取其死 不要自己拿來損 自己拿來損 是故地藏菩薩 具大慈悲 救拔罪苦 眾生生人天宗 令壽苗 是諸 聚眾之業道苦 脫得出來 永不再力了 因為地藏菩薩 不斷地接引這些人出來 告訴他 讓他得到這個安樂 以後都不會再走錯路 如迷路人誤入遣道 愚善知識 引接令出 就好像迷途的人 你帶了他出來 他以後就不會再進去 永不復入 逢見他人 復勸我入 不單止自己走出來 還要見其他人 帶入這個迷途的時候 他自己都會跟對方說 自然因是迷固 得解脫境 因為我曾經遇過這些事故 走錯路了 你聽我說 你相信我 不要再進去 因此這些人也不會 因為自己迷途 再跟著迷上加迷進去 若再理淺 由上迷五 不覺舊蟲 所落險度 或至失命 如多惡取 因為如果再下去的話 只會越踏越深 這個時候地藏菩薩 他就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這個方便力固 就用了不同的方法 使命解脫 讓我們在這個錯誤當中 能夠得到覺悟 生人天宗 船又再入 但是 讓你去到天上 做天人 或者得了頭胎來做人 但問題呢 很容易又忘記了 又再跌下去了 船又再入 當你一走錯路 又跌下去 意思是 你對一些的景象 你抵受不住 那個隱誘 那個誘惑 或者 你自己的知見 持不住 若葉結重 一走錯下去的話 你只會 那個結 結就是一個成結 成結 本來順的白葉 好的善葉 就是一條繩 順的 因為善葉的話 你遇到什麼因緣 都是好的 但是 如果你自己的心不正的話 你遇到什麼人 都會遇到同一類的 為什麼呢 那個業力感召 但是你一走錯路的話 那個結市 就會越綁越重 以後就在地獄裡面過日子 我一再強調一下 地獄不需要等人死了之後 進入第二個階段 那個叫地獄 地獄可以在人間 可以在同一個空間 進去這個地獄 就沒有解脫了 在這個時候 惡毒鬼王合掌功敬百佛言 他說 細諸我等諸鬼王奇數無量 再嚴浮提劃 利益人 好了現在就是鬼王 出來 去問佛台一個很重要 你和我都會遇到的問題 他就問什麼呢 他說 他原來和無數的同事們 很多很多不同的鬼王 在這個人間 有些是利益人的 有些是來害人的 個個不一樣 為什麼會不一樣 是因為大家的業部不一樣 使我眷屬遊行世界 多惡小善 不過整體來說 都是惡業多的 善業少的 在這個當中 可能是個人家庭 承入聚落 莊園防赦 總之就是 不同的地方 都有這些鬼神存在 但是 只要任何人 不管你是男子女人 做丁丁修無法善事 做少少這麼多的善事也好 乃至 圓一番一蓋 少香少花 供養佛在及菩薩像 或轉動尊敬 少香供養一句一解 我等鬼王 敬禮時仁 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們這些鬼王 就不會走來教你們 楊奸的人 要做少少的善事就可以了 這個善事甚至乎是 圓一帆一蓋 一個帆蓋就是 我們以前的帝王 出遊的時候 有一把很大的傘 幫他遮太陽 老遠就看到了 以前沒有走馬燈的 又沒有資訊那麼發達 通常這個帆蓋上 譬如你授了幾個字 譬如你授了阿彌陀佛幾句經文上去 或者一句解語 人家很遠都看到 那些人看到就 啊! 這是阿彌陀佛 無形當中 透著這個帆蓋上的經文 你是傳播著這個佛法 都有這個功德在 或者 或者 無論你是用少少的香 或者花 去供養菩薩的像 或者佛像 甚至乎 能夠讀這本經 整本經讀完也好 或者是當中的一句解語 或者一句經文 你讀的時候 我等鬼王 敬禮是人 大家都馬上和你頂禮 怎會來害你呢? 因為當你宣誓佛法的時候 經在如同佛在 很多時候 因為經文中有說燒香 那些人又問我 燒什麼香 這本經是2500年前 當時的香 真是很純的 一種樹木下來的東西 不會像現在的香 用科學的東西黏制而成 燒得多 你就會肺癌 或者被治癌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你真的要的話 心香就好了 或者供花都可以 供花供果 供茶供水都可以 總之你覺得好的東西 你就去供 如過去現在未來諸佛 戚諸小鬼 各有大力及土地份 便令維護了 不令惡事還事 惡病還病 乃至不如意事 近於此事等處 何況入門 不僅當你頂禮 還會保護你 經文中 這句說 過去的現在 或未來 所有佛都是這樣說的 哪個從這本經的人 或者做剛才說的善事的人 都命令所有不同界別的鬼神 都要來擁護這個人 及土地份 土地份是什麼 很多人現在 在我們門口都有 那叫什麼 土地公公 所以嚴格來說 土地公公是屬於鬼神的界別的 不過它是有福德的鬼 它是受人供養的 還有它是保護人間的 問題是它怎麼保護人間 你行十惡 它怎麼保護你呢 對吧 那也是告訴你 你說我家沒有安土地 沒有安土地 不要緊 你頂這本經就可以了 你頂這本經就可以了 不用一定要安土地的 回來 土地份 便令維護 不令惡事 橫事 惡病橫病 總之有不好的事情 不會發生在家門裡 佛贊鬼王 善哉善哉 與等及與嚴羅能 原是勇護善男女等 吳亦高繁忙 帝色令維護瑜 那些鬼王都要人家去保護 去加備 就是帝色 講到這個時候 會中有一鬼王 命約主命鬼王 他就跟佛陀說 世磚我本業縣 主言浮人命 這個重要 主命鬼王 我們出生的時候 或者人死的時候 全部他都會來打點的 我皆主之 在我本願慎慾利益 本來他的意願 就是要利益我們的 讓我們出生的時候 哎呀 人苦可以順產 死亡的時候 可以得到善終 本來就是這樣 自是眾生不會我意 是眾生 是我們這些人 不明白他本來的意願 自令生死 他不得安 先自令 生的時候 又說有難產 又說有很多事故 會臨時發生 死的時候 又說條腹器一路扯著 又不死得 辛苦 何以固為何會這樣呢 事然浮提人初生之時 不問男女 或欲生時 但作善時 增益蛇窄 至令土地無量 歡喜 擁護子母 得大安樂 利益眷屬 提醒我們 如果家裏有人 剛生了嬰兒 不管你是生兒子 還是女兒 也好 或者快要生 臨盤在職的時候 但作善事 快點 做多些好因好元的事 令到現在人的社宅 有好事發生 無論是捐錢也好 收橋鋪路也好 哪裏都好 你就發心去做 那這裏沒有說 放雞 煞隻鴨 去祭土地先 這裏沒有這麼說 他叫你做善事 你只要做善事 自然然 你自己的業力 就感受到 你家宅平安 土地無量歡喜 這個土地就是 剛才我們說的土地公公 他都會很開心 自然就會擁護這家人 剛出生的嬰兒和孕婦 得大安樂 利益眷屬 家中眷屬都平安 或者你剛生了之後 提醒我們 尤其是中國人最好 神物殺害 千萬千萬記得 不要去殺生 取豬鮮味 供給產母 我們中國人是最流行的 豬腳薑 或者做什麼 雞湯倒生 千萬不要這樣做 或者連在一起的廣罪眷屬 飲酒食肉歌樂園館 擺滿月酒 能令子母不得安樂 喂 這筆錢 那個孕婦要揹 剛剛出生的嬰兒 他都未吃廣話 就開始要和你們揹這筆錢了 當然有份拿主意的也有份揹 但因為為他而去殺 所以那個嬰兒也要揹這筆錢 好不應該的 荷爾故事 鏟難時有無數惡鬼 及網量精味 因為一個嬰婦 要剛剛生嬰兒的時候 就很多奇奇怪怪的 鬼道的惡鬼 妖怪 精味 妖味 做什麼呢 他們很喜歡 吃產婦要生嬰兒的時候 那些腥血 他很喜歡 聞那些腥血 肉食腥血 是我祖令蛇窄土地 靈子 苛戶子母 是我一早 這個主命鬼王 一早就給了禮拜 這個土地公公 叫他 喂 你保護他們的兒子 那平安 不要讓這些妖怪 走來想吃那些腥血 鬼道有一種眾生 他聞到腥血的東西 他很喜歡 他很想去吃 但是他吃不到他喜歡 所以 那些鬼道的眾生 他們是靠什麼去吃東西 靠去聞的 所以說聞香 他就覺得他吃了東西 知道這個人父作動 要快生了 他故意弄你 讓你早點生 讓你最好難產 流一堆血出來 他聞到血腥 他就歡喜 所以這個時候 主命鬼王 就會叫那個土地公公 這家人有做善事 你快點和我保護兒子 讓這些妄良精偉 妙怪 惡鬼 不要親近這家人 不要親近到 即將臨盤的媽媽 使你安樂 而得利益 讓他們能夠順產 如是之人 見安樂 但是這些人 看到順產 生個嬰兒出來 又健健康康 變合切腹 一定要還神 還神 搭豬土地 多謝土地公公 怎樣多謝法 返為殺害 變成殺其他眾生 來祭土地 或者自己擺滿月走了 你看到這句經文 是和你推翻一件事 就是我們不是經常 拜土地的時候 殺魚殺雞殺鴨 這句經文是和你說 好不好 翻為殺害 不要 因為土地 他都不希望 我們殺眾生的肉 走來去報答他 因為他是有福德的鬼 他都是修行著 他日 他可以做菩薩 他都在修行著 你經常進入掃碗 握他吃肉 真是找他笨 所以 這裏要跟你說 就算你家裏 有共土地 你用齋菜 你不要 用那些雞鴨 那些東西 是 以事之故 犯殃自壽 因為你如果這樣去做 你只會令到自己 背重那條數 自己要收回 只沒有驅損 剛剛出生的嬰兒 或者剛剛生產過的孕婦 都會選了他們的陰德 選了他們的資糧 又嚴佛題 臨命中人 不問是惡 好了 講完剛剛生的嬰兒 現在就講 受完即進的人 就來死的人 不問是惡 我欲令是命中之人 不樂惡道 唉好啦 那些人也是 我希望 受完即進的人 讓他們各個得到善中 問題就是 這些人 不懂得 怎樣去為自己 職之良 讓自己上路 是命中之人 不樂惡道 何況自修善根 憎我力固 何況這些人 如果他自己肯 為自己修善 這個善的 十善的 臨中的時候 有百千惡道鬼神 這個重要 事嚴佛題 行善之人 就算你是行十善 臨命中的時候 都會有百千惡道的鬼神 走來欺騙你 怎樣欺騙你 要不就變成你的父母 過了身的父母 或者你家中的其他的眷屬 過了身的 來接你走 接你走去哪 令你去不好的地方 有行十善的人 都會有這麼多奇怪的鬼神 走來擾亂他們 何況沒有做十善那些 你想想 多人害怕 何況本做惡者 何況你本身做了十惡 那這些人就更加慘了 世尊如是嚴佛題 男子女人 臨命中時神色訓媒 人受完職盡的時候 我們的神色其實 不是很精靈的 不便是惡 搞不清日光日白 現在幾點都不知道 誰有來過沒有來過都不知道 更加什麼是善 什麼是惡 自己都不知道 乃至眼耳近無見聞 甚至乎眼睛看不到 耳朵看不到 是諸眷屬當須切大共養 所以一個人 快受完要盡的時候 快點快點 和他做很多不同方面的共養 轉讀專經 念佛菩薩名號 如是善緣能令亡者 離諸惡道 這些方法 能夠令亡者離開惡道 記得 如果有家人或者朋友 離流之際或者快要離世 或者病重的時候 你都不知道 他是否真的會斷氣 保障穩陣些 念佛號給他聽 或者念菩薩的聖號 或者拿本經 慢慢讀給他聽 諸魔鬼神釋佳退散 自至連言 那些惡道的眾生 來騷擾的眾生 就立即散了 就不會去搞對方 當然我們要確定一件事 躺在病床上 那個人是甚麼宗教 如果他不是佛教的 你就無謂去刺激別人 我們要懂得去尊重別人 誓尊一切眾生 臨命中善 若得聞一佛名 一菩薩名 或大乘經典 一句一解 我觀如是背人 除五無間殺害之罪 小小惡業合當 惡趣者沉積解脫 如果一切臨命中的人 他能夠有善恩善緣 聽到一個佛的名號 或者一個菩薩的名號 或者大乘經典當中的一句話 解禁甚麼都好 我觀如是背人 除五無間殺害之罪 這些人除了五無間罪 他犯了五無間罪的話 那就麻煩些 但如果其他的話 小小惡業 應該要落這個惡趣 這些罪障可以得到消融 沉積解脫 可以立即得到解脫 佛告主命鬼王 如帝慈故 你真是一個慈心 能發如是大怨 於生死中 護諸眾生 在這個生死中 都能夠記得保護眾生 若未來世中 有男子女人 至生死時 如莫退是怨 你記得你說過的東西 你發這麽大的怨 令到他們 總令解脫 永得安樂 鬼王八佛言 怨不有慮 你不要憂慮 我一定做得到 我不是形念念 擁護嚴浮眾生 盡我的認受 一天在做主命鬼王 這個形象出現的時候 我都會依然保護 人間這些眾生 生時死時 生產時又保護他們 要過世了 走的時候 都會保護他們 讓他們得到 聚得安樂 但願諸眾生於生死時 信授我語 不過這樣 希望大家 相信我剛才所說的 無不解脫 信什麽說話 記不記得 不要去殺害 要生產的時候 生產越出來 都不要去殺生 死的時候 更加 要和他做大供養 哪裏有修僑鋪路 在寺劍廟 快快聚聚去做 或者在病人面前 讀經 這些方法 以時佛高地藏菩薩 是大鬼王 主命者 這個大鬼王 話就話叫大鬼王 其實他曾經百千生作大鬼王 於生死中 擁護眾生 是大事慈悲願故 現大鬼生 實非鬼也 其實他不是鬼來的 後過一百七十劫 當得成佛 他以後 一直這樣修行下去 終於有一日 這位主命鬼王 他會成佛的 浩躍無上如來 傑明安樂 世界明靜著 那個名字 那個時段 傑明意思就是 那段時段 不是禍劫的意思 就叫做安樂 當時他成佛的那個世界 就叫做靜著 其佛壽命 不可計劫 地藏是大鬼王 其事如是不可思議 所度仁天 亦不可限量 主命鬼王 他本來是菩薩 為什麼他現大鬼生 因為 什麼人在哪裡 他就以什麼相 去導他們 去接恩他們 你要記得 什麼人接引什麼人 都有他各自的恩怨 亦都是因為這樣 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一家人 發生了什麼事 就說 他們一家人很虔誠 為什麼會發生什麼事故 這麼不幸的事情發生 你怎麼知道 這個不幸事情的主人翁 他不是藉著這事情 來導他家人呢 是吧 譬如你說那些人最流行的 經常來問我 哪個親戚朋友 他很好人 但不知為什麼 他生了個小孩 又怎樣又怎樣 真的不幸 我說這個有殘障 或者有缺陷的小孩 他未必是他的不好的業障 他可能是帶著一個殘破的身軀 他要去導他父母 你怎麼知道 是吧 如觀世音菩薩所說的 應以何身去導什麼人 他就要化什麼人 我們凡夫肉眼 有時候看不到 你又不用去怕 這個叫做鬼的東西 如孔子教我們 敬而遠之就行了 你不用跟他爭 但也不需要去怕他 因為你跟他無過無由 他是不會搞你的 主要是看我們自己 是不是行十線 經文現在也告訴你 只要你平常有讀經 這本經也說了 讀這本經的話 這些主命鬼王什麼鬼王 遠遠一見到你來 就和你頂禮 他怎麼敢去侵犯你 讀這本經就像 代佛陀宣說佛法一樣 只要你正心正義正念 他怎麼會去侵犯你 當然不敢 是不是 他對你敬禮的話 繁忙閉息 自然就說 你也挺乖 懂得去照顧這些 懂得讀經的人 都會對他有所加持 有所避飲 所以你們就知道 坊間很多一些不對的說法 就是地藏經不要讀 是出家人讀的 或者地藏經不要讀 讀完很多鬼來的 不讀了更多鬼 讀了反而沒有鬼 所以不用聽那些人 胡說八道 知道嗎 平常自己多去讀經 為什麼呢 佛法那個了不起的地方 他是針對一件事 就是說 每個人智慧都有的 我們現在迷迷糊 好像很多煩惱 想不通 看不透 是因為很多陳疚 遮住了我們 他說 只要你把你手上 心中的煩惱事放下 你的慰覺慢慢就現前 你就懂得處理你的問題 怎麼為之放下呢 方法有很多 所以我就介紹這個方法 所謂放下就是 你一個字一個字讀那個經 耳朵 聽回自己的音聲 老人不要想三想四 專注自己聽那個經文 老人就看著那個經文 一個字一個字 人就難免很多煩惱事 一走了去 想到那些煩惱事 又叫回來 不要想不要想 繼續讀 繼續讀 地藏經的好處 因為夠長 當然長也不夠你們那些妄想長 但無論如何 竅門之一 就是耳朵 聽回自己的音聲 竅門之二 那些妄想 打擾我們 叫自己回來 竅門之三 最重要 定時定後 什麼叫定時定後 你不要說 一會兒要照顧兒子放學 一會兒趕著不知做什麼 一會兒在煮水 一會兒怕水滾 或者煮湯 火車肥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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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了 一卵嘴這樣去 沒用的 為甚麼 因為你記得竅門一耳 一 要你一個字一個字 輕輕 那當然叫你不是廣眾 不要吵人 聽回自己的音聲 二 想了其他煩惱事 妄想打擾我們 叫回來 頭頭 你很難持續 那些妄想 沒有兩秒 又來打擾你 慢慢你就要做作 逼自己 不要管它 再回來 你會訓練到 有一件很可貴的東西 就是煩惱來打擾你 你知道 你知道 你知道你的妄想 現前 你知道你的煩惱 現前 你知道某些事 又不耐煩了 你知道 但是 你不跟它相應 不跟它相應 你不要想下去 你就是繼續回這件事 那個念頭就會斷了 那個念頭斷了 你有這個訓練 你慢慢慢慢 你會發覺 你專注在經文的時間 可以長一點 在這個長一點的當下 你就是放下了 你的煩惱事 這個就是那個放下 是我們凡夫 剛剛入門的時候 一個訓練 來的 最好 做完了 蓋上了 蓋上了 念著菩薩的聖號 想床睡覺 第二天又一天 慢慢地去訓練 你會發覺 有天你睜開眼睛覺得 哎呀 我那些煩惱事 其實很小事 你比較能夠放得開 世間的事 那些景象 不會因為我們而去改變 但是你可以不參與 不參與的意思就是 你不要被它 煩到你 在床滾來滾去 睡不著覺 吃不到東西 輾轉不安 不需要的 有些事情我們是解決不了的 解決不了的意思就是 我們沒有辦法掌控別人的 但是我們可以掌控我們自己的心靈 放下 不是叫你忘記 不是叫你裝失憶 是要你接受 那怎樣去接受呢 讀完你的慰覺現前 各人自有各人自己的方法去處理 有些人一笑自知 説知他 讀完經的時候記得回向 剛才有個朋友說 怎樣去將人緣關係增好 那你就讀完經文 將經文的功德 匯向給你的同事 親朋戚友 以後同事見你便覺得你順眼一點 你看他們便覺得他們沒有那麼討厭 大家相處會好一點 做什麼都好 頭頭很刻意要提醒自己 就知道了 我們結完的 不要結完 你記得做什麼都好 你一定要記得這件事 很多人便問我 怎麽為之跟別人結完 怎麽不要跟別人結完 他們覺得是有困難的 明明是對方不對 我怎麽跟他結完 明明是他頑萬無理 很多時候 我們首先要做一步 就是不要去根根計較 那個所謂吃虧不吃虧 或者誰是理虧不理虧 如果你要根根計較 永遠在一個人我敵對的狀態之下 我們便無法跟別人結完 只會結完 曾經有一個典故 教我們如何跟別人結完 典故就是 有兩個鄰居 這邊是牧羊人 靠畜牧為生 這邊是靠打獵 打獵養了很多獵狗 這邊有很多綿羊 好了 他要放羊 經常放羊的時候 獵狗 就去搞牠的羊 要是咬傷牠的羊 牠就很生氣 昨晚跟牠說 你經常鎖住你的狗 要是我遷就你了 你放狗的時候 我不放羊了 都不行 因為你的狗 會跳過來我那裏 搞我的羊 對我來說是有損失的 一次兩次三次 對方都覺得 畜生來的 我怎能管得到牠 沒辦法 你這麼本事你管牠 意思就是這樣 這個人就很生氣 有一天 他說到很生氣 這個鄉長就跟牠說 他說 你講的話 我明白 道理在你裏 你養羊的這個人 道理在你裏 養獵犬 這個人 他是理虧的 他是不對的 我只要出一句聲 從今之後 我相信那些狗 不會再去吃你的羊 或者侵犯到你的羊 他說 不過 因為我出了這個口 從此之後 你們兩家 出門便會面左了 你想清楚 你會多了一個敵人 這個 養羊的 現在想想 這樣嗎 他說 對 那我怎樣 他說沒事的 你就問問你自己 你要跟別人結束 這樣過一生 還是拿著那個所謂的道理 而周圍都有你的怨敵 你自己抉擇 沒事的 哪個道理在哪個道理 我就幫誰 我又不會說 口齒搏鼻 講道理而已 這個人 好好好 我回去想想 後來他們就決定了 因為大家出出入都見面 我希望結完 不要結完 但用什麼方法呢 他終於想到了 求菩薩給智慧他 終於讓他想到一個方法 開竅 養獵犬這家人 有三個小孩 五歲 八歲 十二歲 三個小孩都很可愛 他就每人送了一隻羊仔給他們 哇 小孩看到羊仔就很高興 哎呀 咩咩 每天當保鞭 咩咩 我抱著 這三隻羊仔 去了這間家裡 經常咩咩 那些狗就瘋了 在那裡 那個獵犬的主人就說 不行 你們經常為了那隻羊 打打架 那三個小孩又哭哭哭 又跟媽媽說 媽媽就罵老公 把狗趕著那些狗 媽媽那些狗 那些狗 很吵冤 後來 不要煩了 不要煩了 為了要保護 兒子那些寵物 從此之後的獵犬 鎖起了它 這件事就解決了 那當然 拿著道理的人就會說 你為什麼要虧三隻羊給他 送一隻就算數 為什麼要三隻 一隻就不行 牠有三個兒子 免得另外那兩個 打不平就拿來攪拌 最好三個都高高興興 再說 三隻羊 是資產 很貴重的禮物 需要這樣嗎 因為這樣 這個獵人 經常要問牠 羊是要吃什麼 要怎樣做 也感謝牠送了這麼厚禮 有時候牠去打獵 獵到什麼味道 牠又做給牠吃 大家有來有往 從此就做了好鄰居 簡單來說 所有的幸福快樂 或者跟別人結的好的緣 一定要有一方 先去走第一步 一定要的 這個第一步 你不能說 我付出很多 或者這個第一步很貴 你不能這樣說 因為結緣 緣 緣 是多多錢 都無法衡量 但是緣 一結了緣 多多錢 都擺不平那個緣 所以 人們經常問我 聽就聽得多 怎樣結緣 怎樣結緣 簡單說 就是 你怎樣去付出 你猜結緣 真是 現在我和你不相不認識 這樣結緣很容易 但是當我們有爭吵的時候 而你一再提醒自己 算了 我今趟來人間我是結緣的 我不想和你結一個這麼深的仇口 我吃虧一些 我做了那一步 大家少點怨氣 去化解了那個 無論你叫那個是情仇也好 叫那個是一個爭吵也好 什麼都好 擺平了那樣東西 自己快快樂樂 那便好 擺不下 其實很多時候是因為 自己的氣不順 中國人有句話說得很好的 不打笑面人 不打笑面人的意思就是 一個人多生氣都好 你笑笑口 別人打不下手 何況大家做了好鄰居的話 有商有量 有了個友誼做基礎 有些什麼容易商量些 人的事不要看這麼眼淺 說我這條氣不順 什麼叫順 什麼叫不順 你快樂的時候 這條氣便順 但問題是 這個快樂 是建設在哪裏的 有時自己要想一想 和人結緣 不要結緣 我不管你那個是夫妻 兒女 情人 同事 什麼關係都好 都是要結緣 這個大家要記得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裏 那我們下課見 阿彌陀伯